大家好,又是數字玄機的時間 今天是6月4日星期五,飛龍之夜 今晚美國宣布飛龍數據 每個月的第一個週末星期五 今晚都沒有什麼懸念 每個人都是看好一些美金 唱好一些美金 幣圈好像也沒有太受影響 看到一些比特幣,尤其是幣安幣又上升400 似乎暫時不至於江武升平 但也起碼穩定下來 有沒有更多新進的人 在整個生態圈上 正在煲這個幣圈呢? 先講一些關於Google的消息 Google昨天宣布 他在8月份開始 又會接受這些和加密幣交易所 錢包相關的廣告 他以前都收過 不過停了,好像是2018年的時候 是啊,2018年3月的時候 那時候剛剛比特幣經歷過最高位 歷史高位,剛剛有少少回落 那時候3月份他就突然宣布 終止一切和這些加密幣相關的任何廣告 那現在是不是全面開放了? 後來2018年9月的時候都開放了一點 那現在呢 9月已經開放了? 開放了一部分 就是給一些交易者 都可以做一些廣告 交易廣告 但是這次他就說8月份 就會有一個新的指引 尤其是針對美國的一些加密幣交易 以及一些托管式的Wallet 是可以符合特定的條件之下 可以在他那裡購買廣告 加密幣的交易和一些Wallet的廣告 但是呢 這些ICO、DeFi 以及一些名人 去做代言人的一些加密 Celebrity 仍然都是不可以 其實這樣看都是好像 關於一些推廣性、銷售性 現在不是有銷售性 直接銷售 ICO肯定是 DeFi都屬於是金融類的 因為他會買了一種類金融的銷售 推了之後買些東西給別人 買一個Surface 買出去看完你的廣告的人 可能直接或間接有損失 是 盈利是沒有人去處理的 不過有機會有損失 他就可能 我通過你的廣告 被人誘導來做些什麼 他就擔心這件事 不過這樣的 他就說明了 因為8月有新的措施出台 有新的規定、條件 之前他已經發出了一些 容許他在Google上賣廣告的許可證 現在到時會全部都停止 要由頭重申請 即是洗底 洗次太平地再來過 是 最初這個消息一出來 就似乎 幣圈就覺得是有一個支持的作用 但是如果看清楚 魔鬼在細節 看清楚之後 其實他比之前還在嚴謹 還在嚴謹 正常的 他做生意 尤其是上市公司 他經受不起任何一些集體訴訟 當然有些disclaimer 我相信那些法律團隊也很清晰 寫下你的自我行為 他假製明是廣告兩個字 你看的時候自己小心 即是他盡力 我們叫做best effort 去把關 要確保廣告的發行者 不是一些誤導、詐騙等等 他其實做了他一定的盡職責任 可能就在法律層面上 他有風險 都可能潛在有風險 但可能就會很低 是 好的 至少現在 其實是社交媒體 到現在 你在一個網站平台上 或者是Google 有很多他的search engine 的模式 中間推廣告給你 沒有辦法 如果你買了Google 股票的人 當然希望他多些花樣 如果不是 現在這個根本就停滯不前了 他怎樣將他的盈利有爆炸性呢 現在最賺錢的行業 當然是最容易投廣告的 最賺錢的行業就是 加盈利所 幣圈的加盈利所 這些是肯扔錢 肯花錢 你請了Celebrities 去拍段短片 你都想放在一個有效的地方 當然現在是不准的 但是 等於一些大型的商品 白色可樂也好 一些消費用品也好 那類 找一些有名的代言人 你那個廣告會便宜嗎 不便宜的 你試試香港溫 劉華製作廣告 怎會便宜 然後 不過呢 全世界播放的 效果就攤薄了 成本就攤薄了 廣告就是這樣玩 希望持有Google股票的人 可以留意一下 有新的東西 好了 Google之外還有什麼好東西呢 講一下這個 歐洲央行 歐洲央行有關的事 當然要搞些什麼 央行幣 沒錯 他六月份的通告 有提到 他說 各個國家都應該 切實去想想 是不是要推行CBDC 央行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不只是美國 之前我們說 美國有興趣探討研究 研究CBDC的可能性 其實這個回應我們國內的DCEP DCEP 現在他在說CBDC 是不是建議所有貨幣都這樣做呢 因為 現在 美元的霸主地位 大家都一目了然 如果 如果 我們經常都說 現在這次美國這麼推行 所謂Stable Token 或者 幣圈的發展 或者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美國自己本身 其實 其實 昨天我們也說 來來去去 現在這些 Token 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對於 一個傳統貨幣 擴通脹的比較 那個力度是怎樣 他的定位是怎樣 還有他的影響會是怎樣 因為 每個人都想說 我出了Stable Token 就會Stable 不是的 理論上也不會是 因為你的購買力 如果是 根據Stable Token 會演變的 Stable Token 可能會跟美元 是金軟變的 其實也是 可能是 一隻U仔 可能買到 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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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產品 買到十件產品 可能一年後買到五件 其實他都變值了一半 是 但這樣 他今次的雀眼點 就不是說 他抗通脹的能力 他是覺得 如果一個國家 他本身有一個貨幣 如果他不推行 這個電子化 一個電子化的市場 就會被其他商用的穩定幣 去進佔 即是你不來 你關閉房門 你以為我不搞 不要緊 但有些 Stable Token 就通過不同的方式 進入了你的國家 是的 或者你的人民 在用來做操作 就會令到 他國家本身的貨幣 國際化 就會受到影響 從而令到他更難去掌控 整個國家的經濟 數據 經濟數據 因為你變成很多經濟數據 就隱身了 是 譬如說 每個人都說出糧用U仔 或者出用比特幣 你怎麼知道要出多少糧 他沒有辦法 除非你申報 但申報 很多國家都不認可你申報 他出了我的五隻比特幣 那是怎樣 是吧 這是一個問題 值得留意的 但是 我覺得環球性的國家 都很積極 去跟進 自己本身的國家的 Digital currency Digital化 我會相信 現在是等一兩個 可能明顯一些的 Sample出來 譬如CPI的Sample 因為已經好一點的地方 是怎樣 是 歐洲的央行 歐洲的銀行 歐洲的Central Bank Central Bank 是不是都會這樣做呢 我們都拭目以待 我相信 今年現在才是今年的六月 那 我看明年之內 應該會有一個 比較 makes sense 的 Operation Model 我會覺得 那 那 閉圈方面 有什麼好東西 幣安不是出NFT 什麼時候 6月24日 6月24日出NFT 但是 被NFTX 競爭對手 搶飲了頭淡湯 突然間昨天推出NFT市場 對 NFT市場 之前沒有事先宣布日期 想做事 想做事不出聲 但是 NFT市場 釋放市場 可以這樣說 對 但是 現在看上去 它的總類都很多 已經有很多 可能之前已經做了很多 其實是貴不貴的呢 就是 拍賣式 還是掛賣式 可以拍賣式 也有掛賣式 現在 FDX 收費標準 就是5%手續費 5%手續費 按成交價 用BTC 它也有些 例如 FDX 的老闆 SBF 阿Sam 現在 可以拍賣 與它共進五餐的機會 即是它長扮 Buffet Buffet 吃晚餐 吃午餐 下次找個名人吃早餐 再不然就是HIGH TEA 那就可以拍賣了 OK 非常好 一起吃麵包也不錯 是 好話不好聽 又是新市場 大家本來期待 在B&B 6月24日 儲回B&B肺 隨時NFT時 不知道有什麼好處 現在被人爬了 不爬了 沒辦法 我們相信 看看他有什麼反擊 好嗎 下星期再會 好 今天到此為止 好 下星期再見 好 拜拜